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把他的眼光回到张瑞士的专业 我们谈一谈股票的上市和融资 当然我们不谈美国的公司的上市和融资 我们谈一谈中国的公司的上市和融资 中国的公司上市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应该说曾经是风起云涌 而且华尔街不同的证件交易所 都在吸引中国的公司到美国来上市 有的人说中国的公司上市很好 有人说不好 到底好不好 今天我们请个专家来 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 其目的是什么 他们的途径和他们最终的收获又是什么 张律师你好 欢迎你上我们节目 张律师 刚才我就跟开宗明义就讲了 今天我们谈股票上市 咱们谈点铜臭的东西 但是确实我在西雅图也认识一个朋友 他专门做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 他等于上市一个中国的经纪 因为他自己并不具备一个律师和会议师的背景 但是就觉得他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捞一把的地方 没错 所以他就在国内到处跑 据说在他手里到我认识他为止 他大概有两三个公司经他的手 在其他交给其他人帮忙上市 中国公司到美国来上市 他的目的是吗 我想一般产生一个错觉了 一般上市的目的是要筹筹资金 对啊 是这样 目的是你资金不足 你要筹筹这个资金 而且资金的筹筹有两种来源 一个是债务借债 跟银行借或者发行公债 公司债 一个是发行股票 股票的话就是风险让投资人承担 等于不用付利息了 目的就是也是最根据有融资的一个问题 看一看哪个方式 如果公司今天非常赚钱 利息很低的话 我当然用借钱方向不愿意 不需要发行股债 我太赚钱 为什么要让我的这种利润资 跟你分享 所以这就回到一个问题 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 你目的在哪里 先问清楚 这很多 最近我看见 还有一个五八同城 也在美国刚刚上市 是 各样来 我想就应该问那些老板 你来美国上市的目的在哪里 你是来筹钱呢 还是为了打殖民度 对吧 你以为到美国纽约上市以后 美国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吗 你想 美国的投资人 就是关了第一轮的那种 卖出去以后 老百姓会不会买你的股票 是啊 反正你我作为投资人 一个不知人的东西 我怎么会买 你要把那个产品 怎么样推敲到一般投资大众去买 难道你那个公司也像IBM一样吗 IBM对吧 人家会买 Walmart虽然是一个零售店 美国人还是会买 因为他家户欲小 但是58同城你来美国投资 就上市 当然我对58同城不是很了解 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 它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经营商 你想想好了 假如58同城是一个很有成长空间的公司 会赚钱的公司 你为什么不让这个钱让中国老百姓来分享 我在中国上市好了 我这个经济成长让中国老百姓来分享 现在美国利息第一个来美国是发行公司债材队 对啊 来美国借钱对不对 这么便宜的钱为什么不借回去美国 你这个公司的成长利润 为什么这个经济成长不让投资大众 让老百姓来分享 我再查一句 其实您说到借钱了 我前一段新年我看新闻 现在中国大陆跟谁借钱 从台湾借钱 对啊 所以一般我说这个很多 因为我从1997年后 就在国内几个大学了 包括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学院 请我当科技教授 跟他们谈美国上市 还有国际资金市场的运作的问题 那个时候 国内的资金不足 是要靠来美国上市 没有错 筹筹资金 来发展国内这些设备 将近20年钱了 但今天情况不一样了 美国穷得要死 老百姓有钱买的股票吗 一般都没有 他连每个月的mortgage都付不起了 可是我们2013年涨了29% 那是拿联邦的钱 让那些华尔街的银行 投资银行 他们自己在炒作 老百姓也没分享到一分的华尔街的成长 没有吧 你去街上大街上去看 很多店是空的吧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美国的经济成长 变成一个奇形的变化 脱节了 跟现实脱节 股票涨 涨的原因是因为联邦的钱太便宜 那所有钱你去借联邦的钱 就是那些金融机构 对啊 你不要都不行 对啊 给你 对不对 这个有很多过去的情形都是这样子 你大银行要倒下来 他要去把你救起来 你借他的钱 他有分到给老百姓吗 分不到 所以你说这个中国大货公司来美国上市 你要搞清楚 你上市以后 假如他这个持续 第一轮都是那个叫做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对不对 保险公司那些都要跟公司们就买 但是呢 他一定会炒到一个程度呢 让他们有利益回收的时候 统统抛空 抛空的时候万一 你得有人接啊 对啊 万一他会想办法卖给投资大众 他的目的不是上市五八通商 他要上市很多 因为他赚一次客人 你是一个客人而已 他每年要找很多客人来上市 对 他就丢了 你这个公司 这个股票只要没有在第二市场 持续有人去运作炒作的话 你就惨了 那也就是说 其实也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到 也还有什么知名度 对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 可能有些中国的股票一世间涨得很好 现在发现就默默无闻了 对 原因就很单纯 你要怎么教育 美国投资大众 对你的公司去了解 对你中国大陆 这个会计制度的这种信任度 对你这个司法程度 对吧 司法这个稳定性 万一出问题 难道他怎么去救济的问题 这个是很难 这是很多这个叫文化代沟了 很难一夜之间把它 所以系统都不一样 对 这个太难做成的了 你想想好了 假如五八通商 我是五八通商老板好了 我的眼光就说 我今天这个公司 我需要资金 你可以从两个来源 一个是借钱 一个是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 你晓得目的是让投资大众 买你的股票会涨 你才能卖得出去 既然你相信你的股票会涨 为什么不在中国大陆卖 不过有一点 让你老百姓 自己的同胞享受成长 不是更好 不过有一点 中国大陆上市的这个台阶比较高 而且它这个据说排队排很久 这是不是也可以做 也是一个原因呢 好 这个就说 这要看国内 这个政监委的这种处理 人才经验 它要有一个体系 要有一个眼光 成立一个制度 就中国这个经济成长 股票让它变成一个是 金融市场的一个成长 而不是一个炒作 造成炒作就问题来了 所以你让它成长 只要这个公司 有经济实力成长的时候 应该让这个公司去上市 不然的话 那种泡沫性的公司 都不应该让它去 就像这种公司来美国 它也是泡沫 在国内也是泡沫的话 你就不需要这种公司 所以在审查过程的时候 我们就要具体 美国这个教训 美国这个上市很单纯 你只要符合 它的法律过程要件 你就是一个空包盒 你还可以上市 你就坦白跟你讲说 我这个公司是赔钱的 对吧 它的要求就是 一个full disclosure 就是我能够 就是把实情告诉你 就是 是一个风险 你要买 我还是可以上市 上市谁都可以上市 张律师 前不久有个新闻 英国的首相 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一定要见中国的一位 公司的老总 这个人叫马云 中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站 叫淘宝网 据说它不光是淘宝网了 它还经营了其他的行业 就总的来讲 它是一个internet 一个b2b的 这样一个business起家的 英国的首相 替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 来做说客 希望中国的淘宝网 这家公司到英国来上市 当然同样 华尔街 无论是纳斯达还是纽约 也都向马云伸出了手 希望他到美国来上市 为什么这些证券公司们 都希望这么样一个公司 到他的国家 到他的证券行来上市 好 我想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因为我想这个过去十年来 大家都晓得 未来的将近十年 你会发现这个整个世界的重心 是在亚洲 亚洲的重心也是在中国 这整个世界的经济成长 在未来的十年还是在中国 所以只要是中国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 也就是他们想把它把握过来 这些所谓证券交易所 就像纽约来讲 它是一个上市公司 它本身是一个盈利公司了 它要的就是要hot item 要好东西 对不对 热的 大家要晓得 最热的东西当然是中国大陆来的 所以 因为这是一种因缘忌讳 以实际价值来讲 当然是中国的经济成长 是正成长的 这种公司来上市 它的盈利非常高 对 这当然是好的 但他们目前还没有做到 就是说在第一轮以后 要怎么让中国上市公司 能够卖到投资大众 这个目前还没有做到 他恐怕也不想做这个 或者说也没那么大精力做这个东西 他们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目的就是 你淘宝网也好 我帮你上市完以后 他那个费已经赚到了 他下一步又找新的一个淘宝网 找另外一个宝去了 对他来讲 中国的公司是一个产品 他不是要扶植你一个公司 也就是说这个一家公司在他这上市的话 作为一个证券行来讲 应该是非常利润可观的 不但利润而且可以炒日 你想一年之内 我是跨国过来的一个公司来上市 跟你说我去欧海洋找一个公司来上市 找不出新闻了 而且特别是来自中国 对吧 所以又是共产国家的一个公司来上市 这个消息上就不同了 加上你想每个人都晓得 中国的经济成长目前是正的 7.5 7.5 美国今年我们只有1.2% 其他国家都达不到的这种情形 我们只有1.2% 以这个方面来讲他可以推销 但他的目的推销完给卖给投资大众 我看他们也没有兴趣再继续帮他炒作 他又要找下一个淘宝 所以你们变成一个被利用的一个公司了 由于两国的 咱们先不谈政治制度 财政制度的不同 对于一个中国大陆的公司到美国来上市 是不是很不容易 这个就讲了一个追根救的一个trust的问题了 你想美国老百姓投资人 他会相信中国的会计制度吗 最近我看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河南有一个钢铁工厂 它是因为设备太老旧 每年淘汰 淘汰旧的设备 但是又没有用新的设备 可是它的产量每年增加 为什么 对所以中央电视台不相信就派人去访问 他访问到结果他们就是不答 他们讲最牛的处长 问了几天 他从头到尾就是悄悄不答 那也不可能啊 你想拿这个现象只要让美国投资商看到的话 怕死了 那是啊 我都不知道你的财务是真的是假的 就算下一步 中国大陆的公司的这种会计制度跟那个报表 跟美国一模一样 就算做到完全同样的水准 好吧 我们讲的叫full disclosure 那万一有这个违法行为的话 要怎么去惩治呢 美国可以透过联邦跟州的法律 对吧 对 就像前不久那个破产公司 enron那些都被抓起来 对吧 没有错 你可以去控诉他们 但一个跨国做得到吗 你说美国的证券公司在中国没有执法权 你怎么去prosecute那些人 对 没法起诉他们 对不对 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算你同样做到这个制度问题 但执行上是一个问题 因为执行做不到 所以它的可信度当然受到折扣 只是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我们非常感谢张宾连张教授 谢谢 我们也同时也谢谢我们广大观众 和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G&E Studio 环球视野东方智慧